哦 下一位竟然是 哇 哇 哇 他我也很期待 他是 这一位 这一位要不让古大介绍一下 我感觉所有人都认识他吧 都认识 我觉得他本人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 他其实已经很有经验 而且很成熟 也很厉害 他写也很好 但是他仍然每一次在探索新的东西 他永远想去找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这其实挺难的 古大老师已经直接开始点评了 直接进入点评环境 没有没有 不是 我就之前的感受嘛 所有我周围的喜剧脱口诀 包括我在在都提起来 无人不挑大母哥的内容方面 我认识人里能排进前三代 有请周期末 哈喽哈喽 江国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这是我们看了金百威选手里 我们最最最最期待的一位 莫哥说一说吧大概来个开场白 那得从三年前开始说起 这个我叫周期末 是一名 现在是一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 或者叫单口喜剧演员 在北京表演 到现在到这个月 基本上就是五年吧差不多 莫哥你准备就开始了 好有请我的五项周期末 我之所以做脱口秀这个行业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啊 对语言比较感兴趣啊 也比较敏感 所以我会发现一些语言上的问题 比如我发现很多广告的这个广告语 特别具有误导性 比如有一款凉茶的广告 大家都知道 怕上火喝啥啥啥 你听完以后肯定觉得 啊 喝这个东西可以置上火 但是你想过没有 他说的是怕上火喝啥啥啥 你喝完以后可能是不怕 但是上不上火你不管 真的你都没有办法告他 在法庭上你说 为什么喝了你那个东西 我嘴上还是起泡了 但是你吃火锅之前是不是不怕 对我们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勇气啊 真的广告就是这样 他一直用广告语去改变你的思维定时 有很多广告我说上半句 你立刻就能想到下半句 比如说怕上火喝啥啥啥 困了累了喝这个喝那个对吧 困了累了不应该歇一会儿 啊我喝你那个东西干嘛 就跟我饿了应该去吃点饭 而不是吃一条那个厚甜的那个巧克力瓣一样 所以等我以后如果有钱了 我就会做一些广告啊 广告语都特别的简单 困了累了歇一会儿 饿祸吃点饭去 看完以后说是推销啥呢是吧 不明白是吧 推销常识是吧 推销常识 真的很多广告没有常识啊 比如有一款功能饮料的广告是这样的 说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没有 我什么能量我心里没点数啊 有的时候倒是低述我的想象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晚上在家突然心血来潮 说哎呀我要去跑步 然后下去跑得精疲力减 哎哎呀我天 哎呀这不得跑超了 这不得两千米了 哎八百 哎 走回去又两千了 哈哈哈哈 而且我喝了你那个东西 半夜三点睡不着觉啊 那不叫有能量 那叫反常 就跟你去医院做手术 是因为打了麻药才不疼你啊 那就反常 你不能跟大夫说 哎大夫 我的坚强超乎我想象的啊 你真的你再给我来一道 今天状态特别好 还有看视频之前 也有很多广告 有的时候是一分多钟 两分钟特别长 我觉得这种广告 不应该放在视频的前面 它应该放在弹幕前面 就是你发弹幕之前 要看一个广告 为什么呢 让你的脑子冷静一下 让你说的话有点逻辑 现在很多人发弹幕真的没有逻辑 我之前在网上有一个表演视频 眼着眼着呢 就飘过来一行弹幕 我就笑了 这也叫脱口秀 我想 当然叫脱口秀 你都笑了 对吧 所以如果这个人 在发弹幕之前 能够看一个广告 他就会冷静下来 对吧 在那看广告的时候想 我就笑了 这也叫脱口秀 一会被你发上去 我就笑了 我就 我就笑了 这才叫脱口秀 好 谢谢大家 刚才这段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 就生活的一个观察 就从广告 其实说了好多的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又不散 不是一条一条的 然后又不会觉得拖沓 让我想起 就观察生活类宋飞的那种感觉 宋飞经常说 生活一个东西 就What's the deal 然后他真能说出来 你最后一想 我没这个事就是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 齐某老师如果能上节目的话 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发现我前几年出道急巅峰了 现在感觉 现在感觉写的段子还很难超越 反正我是非常期待 哎呦 谢谢国大 谢谢国大 我不配评价周期末 就 老师就 那个没事 我很简单说一下 其实也能 我们也能从这些很 看起来很普通 很生活观察式的东西中间 听到一些 我们应该作为尝试 是应该知道的 就是他揭示了某种行业 或者是某种就是策划上的一种虚伪吧 这个挺好的 我就觉得很多 很多人就是没有看到这一层 我觉得这也是很可困一点 就是还是厉害 没别人说完 这个干啥老师 就是 默哥 那个这你平时 你平时的水平应该远超于今天的 周琴默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人的 跟大伙说一说 周琴默是 就他说这种美式单口 就脱口秀 就美式单口 他纯内容方面来说 就直面的这么中规中矩的硬打的 只有我认识的人里 只有忽兰可能能跟他拼一拼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在内容上对他取勝 他的观察是我见过的 可以说是最好的观察了的 行了我也不能多数 传出去王建国在点评周琴默让人笑话 三季了你终于来了 我真的是觉得很不容易 然后他也是一个自带光环的选手 然后包括我跟斯文都坐在那个小小的场地里 看过您的专场 然后周琴默老师的专场真的是像一个就是 他就是红编巨制 然后自己编织的非常非常精妙 他会有几个连环的你意想不到的call back出来 那个真的是有轰炸的感受 然后今天的一个是一个是时间短的话 你可能很难从五分钟就看到他的功力 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崇拜他可能 观众会 对是是你看到了 但是我个人真的很期待 然后也很开心第三季偷袖大会 终于能见到您了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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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我来吧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粗糙的道具 对 来 然后我们三个评审团献上了我们的一个指头卡 所以就无关是极展得 谢谢 这个是直接能通向那个冠军宝座是吧 就直接 没有这么厉害 后边节目都不录了是吧 没有 还得买票是吧 还得买票 就是观众朋友们能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里 看到周琴默老师更多的脱口秀的表演了 我们真的很期待 我想问问周琴默老师 真的来到脱口秀大会的话 您有没有想要跟谁在舞台上较量一下 我觉得在台上跟谁同台 我都感觉挺荣幸的 就像刚才建国老师提到的 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忽兰的那种风格 我就觉得他的那些段子就 我自己写不出来 我会发现 所以如果要说能在什么脱口秀大会上 能说得到的票数比忽兰还高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种鼓励吧 但是输给他呢 就也很心服口服的那种 今天可能也是题材和时长的原因 一定要让观众看到这一点 不然我们几个显得太傻了 听来就举牌 夸得有点太高 以后的路不好走了现在 好 感谢周琴默老师 好 谢谢周琴默 过个辛苦 期待